大家好,大家好,我是Juan 我是Juan 今天我们的视频给大家看 谢谢 今天我来到北海道 哦,我来到北海道 那我那时候去的北海道旅行 他们的整个行程都是专门为夫妇和家庭设计的 那时候我真的想要去文章 但我没有时间,我没有去文章 我真的想要去北海道 真的,全的地方都很向着夫妇 我也想要去文章 我真的想要去文章 好,好,愚蠢 所以我今天做了影片 我希望大家一起看那个景色 哦,好,好,好 大家好,我是Ru醬 你们看我现在在渣黄北海道 也现在现在下山 看我身上超级多雪的 那这次来北海道呢是要再拿去 三天两夜的旅行 先给大家看我现在身边的景色 一片白茫茫的雪的世界 超级漂亮 我现在已经换完衣服了 以前看那种日剧啊漫画 他那边的人物去滑雪的时候 突然就会换成这种装备 终于穿到了 开心 那第一站呢 我们要在这里吃雪中烤肉 噢,鎌倉咸 好温 第一次真的吃这样子在雪中烤肉 他们这里都有羊肉 来北海道的话呢 就是一定要吃他们的春鸡丝和羊肉 猪肉跟鸡肉 还有荷尔蒙 还有蔬菜 然后每个人都还有附的饭团 大家看他的饭团还在冒烟 大家看他的饭团还在冒烟 对啊 对啊 像雪中烤肉的饭团还在冒烟 边吃烤肉还可以边看外面下雪的景色 噢,还在冒烟 真的很特别耶 大家看他这个雪超松的 这北海道才会有这么松的雪 噢,好冰喔 好冰喔 都被埋进去 好酷喔 哇,超级的 超级的世界 很厉害 很厉害 好酷 好快 Yana 很有爱游乐园坐云霄飞车那种感觉 很好玩第一次做 我觉得即使是怕这种游乐设施的人 都可以很轻松的做这个 对啊 我觉得这个比刚才这个还要更好玩耶 虽然有一点 虽然一开始就有点恐怖 我更推这个 好玩 下一站我们来到的是白色恋人的工厂 他们的外观有很多 很像欧式建筑的感觉 超可爱 下雪的景色真的太漂亮了 好想带文章来喔 等之后他有机会来杂广的话 我一定要带他来 我们现在参观他们的生产线 大家可以看到上面那个机器 他正在做包装 那里面还有个大萤幕是显示 今天已经做了多少个白色恋人的饼干 现在已经做了4万4千多个了 那现在带大家来看一下白色恋人的土产区 他们除了一般在土产店都买得到土产之外呢 像这一柜的商品全部都是 只有在白色恋人park才买得到的 给大家看 还有很可爱的小熊的玩偶 刚才听他们的导览人员介绍的时候 说白色恋人工厂这里是 没到一个新的季节或是新的节日 他们就会把里面再装修一下 让客人不管是一年什么时候来的 都是新的不同的感觉 我觉得在这一点也非常的用心 他们这里有客制化的活动 你可以自己用照片或者是现场拍照 然后把照片印在这个白色恋人的盒子上面 只要30分钟就可以做好了 这个超适合送你大推荐 而且它整个完成度很高 结果我还是买了 买个文章 期待等一下收到他一定会很开心 做好了 天呐太可爱了吧 我的天呐 这个文章收到一定会超级开心 而且这个还不只是盒子 里面还有附饼干哦 下一站我们要吃浪漫的法式晚餐 这家法式晚餐很特别 是可以边看杂广夜景找岩山来边吃 我们现在要坐缆车到那个法式餐厅 他们这个票很可爱 有春夏秋冬四种样式 这家法式晚餐在山上 在山上看着焦点 焦点 很可爱 很浪漫 很浪漫 哇 这家法式晚餐 很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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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看起来也好神圣哦 在影白色的光之下 现在已经到餐厅门口了 带大家跟我一起去吃法式餐厅 这个是我们今天坐的位置 这里真的非常的推荐 情侣跟夫妻来 很适合结婚纪念日跟交往纪念日 超级浪漫的 而且这其实有点感觉像是各式的感觉 就是你们自己的空间 哇 三文 很浪漫 好帅 好帅 它每一样看起来 虽然都少少的 可是吃完之后 就非常的有满足感 而且它整个套餐料理 这样子价钱没有很大 我觉得真的很适合 大家如果情侣来 可以吃吃吃吃看晚餐 现在吃完饭来大通逛一逛 看一下大通的夜景 大家看现在大通点灯很漂亮 真的好久没有这样躲在北海道路上 真的是下次我一定要带文章来 我之前住在渣谎的时候 会来大通公园 他们会有一些圣诞节的活动 就是一个大家放假的必来的地方 晚上吃完饭 累的时候 也可以跟另外一半来这里散步 嗨大家 那我现在已经回到饭店了 给大家简单看一下我今天住的房间 今天住的房间超大的 而且它整个颜色都好复古喔 我觉得今天一整天就已经超丰富的 明天居然还有两天 也是很精彩的行程 那要先跟大家说晚安 明天见 大家早安 我们现在呢来到海鲜市场吃早餐 我的海鲜到来了 大家看实在太澎湃了 北海道人一大早可以吃这个 真的太幸福了 还有护正螃蟹的味噌汤 给大家看里面的这个螃蟹 全部都很大块 现在我们要体验Snow Shoe 因为平常我们走的路都是被清理过的 那现在就是要走 真的完全没有被清理过的一片 白茫茫的雪之世界 手里抬起来的部分 真的在歪着吗 看不看的 它抬起来好像棉花糖的感觉喔 而且跌倒也不会痛 就像躺在地毯上一样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项树枝的东西 其实平常都是树 然后它们有两公尺这么高 可是现在下面全部都被雪埋住了 所以只看到上面一点点 你们看这些树枝 平常是两公尺的树耶 我们走了一个小时多 终于看到日本海了 好神奇喔 大自然的力量 而且很难想象 我现在其实就站在两三公尺高的地方 这样看海 好特别的体验 我们现在已经坐回车上了 现在要前往下一站 要去吃食寿这里有名的火锅 刚才运动完 现在肚子就超饿的 刚好可以吃饭 今天要吃的火锅是这一家 这一家金大亭 就在我们刚才体验运动 坐车一两分钟的地方而已 非常的方便 一进来桌上就已经摆好餐具了 哇这个就是食寿鲑鱼锅 他们送来的时候就是已经煮好了 所以其实可以直接吃 哇它捞起来就有满满的鲑鱼 他们这汤可以直接喝 喝起来有好多鱼的精华的感觉 我们今天住的地方是一个古民家 这里是我们第二天住的地方 不是饭店 是一个古民家 里面非常的大 而且非常的宽敞 我现在在的地方是客厅 然后这里也有一个小客厅 大家可以在这里聊天 睡觉床总共有两个房间 一个房间是两张床 这里可以睡很多人耶 而且大家看浴室也非常的漂亮 晚上今天要在这里好好的泡一个澡 为什么? 鲑鲑鱼锅 我喜欢鲑鲑鱼锅 我喜欢鲑鱼锅 今天晚餐吃橙鲑鱼锅烤肉 果然在这种民宿 就是要让大家一起自己做东西吃 更有气氛 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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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啦 哇啦 没有燃热的 好香喔羊肉 我已经换上眼镜了 果然是来北海道就要吃羊肉 橙鲑鲑鱼锅 超好吃 我们今天真的是随便买 就随便买都好吃 真的是傻眼 早安 今天是第三天 今天呢我们要体验雪中骑马 这次真的体验很多人生第一测试 大家看我的帽子到底是我的脚 很蜡 夏天 还准备骑马 很差 太夹肯定 腿很紧张 你看你的脚っぴ 很大 好 不是 没想到 现在要感谢小马儿他们给我们成马 要给他们奖励的小苹果 effectivement 谢谢 如果没有帽子 吃完,我们来吃午餐 这是在这个 那這裡有賣很多他們當地有名的蔬菜那些做的料理 這一次來北海道體驗的東西都是很特別的 雖然去過很多下雪的地方 可是這一次真的每個都是第一次體驗 他們這裡最有名的是這個定食 總共用了24種種類的蔬菜來製作的 我的定食來了 太精緻了 天哪 他們說他們這裡用的每個食材都在他們外面的農地 還有隔一點去年的農地他們自己種的菜 我好像有點不細心 我太太太了 我太太了 吃完午餐之後 喝一杯熱茶暖暖身體 接下來我們要來做陶藝 喔 花瓶製作嗎? 有很多的感覺 這是什麼做的? 形狀 全然質很相似 上面很漂亮 他們說這個陶藝是要玩季到 差不多要花一個多月 一個多月之後送到的話我再給大家看 現在我們已經來到這次旅行的最後一站 我們最後一個晚餐要吃烤肉 那我們這次要吃的烤肉店是叫做祥的烤肉店 那今天我們總共可以吃到五個種類的蛋馬牛 每個口感跟味道都有一點不同 可以來食べ比 這個就是蛋馬牛的辣跟カルビ 還有辛肉絲 然後還有サプトン跟いちぼ 他們說這個いちぼ的部位是非常稀少的 所以今天可以吃到真的非常難的 肉真的很好吃 我看見到這個好吃的 很柔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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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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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好吃欸 他們說這裡使用了蛋馬牛 全部都是將別這裡長大的 他們超好吃 你給編配他們的飯糰 飯糰很可愛欸 哇 哇 大家看他這個肉 他那個油脂這樣滴下來 真的是入口即化這個 油脂很豐富 超好吃的 這個旅程的最後真的是太幸福了 可以這樣吃燒肉 我們現在已經吃完烤肉了 那這三天兩夜旅程就到這裡結束了 這次的行程非常的豐富 而且我覺得真的很特別的是 都是第一次的體驗 其實印象全部都很深刻 但是我自己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法式晚餐 因為可以邊看夜景邊吃晚餐 然後還有他們舒適的空間印象真的很深刻 那我這次過這三天兩夜旅行 都還蠻適合家庭啊 或者是情侶夫妻這樣一起來旅遊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這個旅行 掰掰 好多的 超多的 超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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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不能體驗到的 然後這個呢 白恋人的惡劣 我在去的時候就有跟文當說 你要幫我幫你買什麼東西 文當說他一定要白色戀人 我還跟他說不要 每次都白色戀人啊 就看狀況啦 可能也沒時間買給你 可是其實我有默默的準備這個禮物給他 他看到就超開心的 世界裡一隻だけじゃ 而且這個沒那麼高的 所以如果大家去過的話 是非作給大家看看 這個很棒的思想 這次的旅行是全是夫婦和家族向上 如果大家去過的話 是非大家去過的話 我真的不想說 French會不想 普通路路路路路上 然後在那裡 景色上去看不太難 我曾經在做過的 但我曾經在做過的 我曾經在過時 你會不想做的 你把鍵閉著嗎 也是很有名的地方 如果大家一起去的地方 大家一起去的地方 今次是Ru-chan和札幌去的地方 我們一起去的程序 幸福的旅行 非常幸福 全都推薦了 一種都不足 大家一起去的地方 大家一起去的影片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